可以供電給前線 甚至整個放在臨時的軍事基地 我設立了在這裏 我就直接帶來發電廠 不需要依靠本地的那些能源供應 如果大家想回美軍在中東的軍事行動 如果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出發那些 依靠當地的石油供應 甚至當地的發電廠 OK 沒問題 其實到了阿富汗戰爭的時候 其中一個美國需要克服的很重大問題 就是整個能源補給線 就算是在巴基斯坦有個基地使用 你如何將這些油料一直供給到那裏 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 但是如果大部份這些燃油的消耗 是可以用一個微型核電廠 自己搬進去 一下子放進去 那整個戰鬥力 我可以說就是後勤能力 就是後勤的能源補給能力 大大提升 所以這裏就呼應了 拜登說環保 這件事是 就是你聽起來好像打仗也要環保好像很好笑 但是其實背後的女生一樣 就是希望透過用發展微型核電裝置 來去提升他整體的作戰能力 我會覺得 軍事上的想法一定是很實報的 我會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目的 而這件事同時你會發覺很有趣的 就是跟整個太空計劃是呼應的 就是說其實你如果能夠滿足太空計劃的微型核電廠 那塊核電廠也非常可能是同時滿足到 就是現實上陸地作戰需要的那個微型核電裝置 那個大小 我不知道多大塊 但是一定是說可以普通一個的大貨櫃車可以裝到 它的重量應該就會是40噸或以下的一個重量 你要多一點的話你就多搬幾塊去 幾塊黏在一起 好像電池泊田池一樣去融掉 又可以 然後同時它的副作用 其次的效果就是 令到它的戰場上的碳排放少了 其實我在這一節中最想大家知道的 其實這件事其實需要將 表面上是一個好像美軍想環保的問題 但是其實你主要將它的太空計劃 以及背後的微型核電的研發計劃 放在一起看 這件事我就覺得搞得通了 就說得通了 所以如果將它 因為我們經常都覺得 你說太空的東西 以及地球的東西 只要你放進軍事的用途 其實它們幾次 一來第一 就是它的規格很高 而且你要載人的話 安全性亦都很重要 所以如果剛才插發說起 如果太空的載具都能運到上去 例如月球的計劃 火星的計劃 能源又不再是一個很關心的問題 因為大家經常都很擔心 想到你用什麼能源 你運到一些燃料上去 你要用 你就地取材 可能月球有些什麼你覺得可以拿來做燃料的 他們也是太陽能的 但是太陽能你也接受到它的照射 最好就是有一個穩定的供應 就是那個 因為月球 它雖然都是那邊向著地球 但是其實月球對於太陽 它也會有它的日出日落 所以太陽能 你可以依靠一部分 但是你也要有一個穩定的供應 在後面做backup 所以你要月球基地的話 那個微型核電裝置是一定不可以少的 那麼現在他們所說的目標 其實是在2028至2029就要搞得成 是的 當然 另外如果說回地上的基地 剛才朕說過 後勤那邊會省很多 因為你不用那麼多人 就是要負責供應燃油等等 我們跟大家說 例如美國的坦克 例如我們的M1坦克 其實你養的M1坦克很貴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它又用Gas 然後有些東西用油 那你只是Gas 油的車就已經很多了 後面幫你修製的人也很多 但是如果你現在用了核能 它直接是電來的 是電這樣推 第一個零件簡單很多 要做事會少很多 還有人也不用那麼多 你純粹就是養一批在現場去幫你維修 而且很簡單 還要是氧化 我假設搞不成就整個換掉它 人家就會空運過來一架 C17 空運過來一架 你將氧化氧化放進去換掉 搞定 它又送你舊的那個走 那就搞定了 整件事就很高級模式 就是模組化的那件事 在戰場上的使用 我覺得是非常方便的 是的 而且我覺得最後 就更加可能它會用混合能源 它在戰場上一定是希望自己選擇多些 令到自己的生存條件多些 但是我覺得我們需要再說另一個問題 就是可能Larry可以評估一下 你會覺得如果真的設置一個這樣的核能供電系統 去供應前線打仗 和一個用回我們現有的這些需要依靠化石能源的戰線 你會不會覺得那種風險 你會不會覺得核能 用風險會不會大些 你怎麼看 哦 風險也會有 因為如果你本身是用核能 大家經常都害怕的是 如果我們之前說的一些核能的轟炸機 核能的戰機 大家經常都覺得為什麼最後美國和蘇聯都不發展 就是都怕它變成了一個隱形核彈 如果你被人擊落 整個人自己墜落了 你炸到別人的地方就算了 你炸到自己的地方真的是災難 尤其是美國來說 這是一個政治炸彈 炸到自己的地方 總統都不用做 那你說如果現在換了這些東西 最後你要做防禦 當然有個好處就是你用得核能 你生生不息的很多能源 你可以用激光啊 你用導彈啊 你的電腦都無限地用 但是始終都會有疏漏的 如果被對方飽和攻擊性 一炸就炸下去 然後爆發 那裏的人命的損失啊 或者核洩漏等等 其實都 政治風險都不小 沒錯 但是這麼說 就是核能呢 你最怕如果那塊這樣的超級充電器 被人拿了 就一定是很瘀 很被羞辱的 因為人家都可以馬上拿來用 麻煩都沒有聲 另外一個風險就是 你怕不會會有爆炸呢 雖然你說核能的飛機 會好像一個飛行核彈一樣 但是我會這樣說 通常你做得能源供應級數的那種核電 通常就不是那種核彈級數的那種核能 就是我用一個數字來分析 你拿來做核彈 裡面那些有元素的濃度是去到九十幾% 但是如果你用得在那個叫做發電裝置那些 通常那個的濃度是幾個%就可以了 其實因為我們不需要去一個無限 很難控制和非常密集的連鎖反應 我們只需要去一個 就是慢慢的連鎖反應 令他源源不絕去發電發熱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只是想要這個 所以我覺得更大的問題 就不是說他會帶來一個核爆 就是你一個這樣的微型電廠 在前線上被人轟炸了 不是一個核爆 反而是怕他破壞外殼 破損、洩漏、污染了環境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關切 但是你說被人轟炸 其實就算你帶著柴油 你帶著很多液態的燃料 去運輸一樣 整個補給線都有被轟炸的風險 而且可能補給線 還有很長暴露 一個很復原很廣的地方 就很容易 而且風險甚至更大 但是如果呢 譬如說一個你自己隨時帶上戰場的微型核電站 然後你到處不用想的 一定有很適當的防空保護在那裡 然後就是說它本身甚至乎 也一定要有一個加固的結構在那裡 所以要結合整套東西 我覺得有點像那個航空母艦那樣的 你一定要不僅是一塊東西拿路地放在那裡 給別人過來充電就充電 一定是有整套東西在保護著那個裝置 而隨時也可以很快地拔走 那我就覺得如果你問我要這樣比較的話 始終最大的風險是來自 一旦有沒有核洩漏的時候 對於那個環境人員的損害 就最大在那裡 因為你很難去保證 那個殼絕對不爛 它可能被人炸中了 接著又漏了 接著你就有很多手尾 其實我想最大的風險在那裡 也是 而且有時候它的洩漏可能看不到 或者掌握的人不夠經驗 都可能會有那個問題出現 不過我想這些都是可以解決到的事情 或者有時候也是那句 都是要try and error 總是開始的時候都會有些問題 一路出現就一路正確 我想我們人類都是經常性 我想也是科學精神 try and error 不停修正修正再修正 這個也是我們看科學的一個很重要 不是一來就一步到尾的 有些事情是要一步一步 就是我們之前說過的概念 就是fail fast這件事 是 所以其實這件事是不是都同樣 apply到 就是要fail fast的 要快一點去一步一步的快速 而現在你看到很有趣的 我們這集的其中圍繞的重點 就是這種叫smr modular reactor 一些小型模組式的反應對 你會發覺基本上 搞得這些事情 都不是用國家機構的獨力去搞的 就是我講的 尤其是美國和英國 都是用民間小型公司去搞的 他們去得搞 就一定是玩 就是用一個比較fail fast的態度去做的了 就是他們又不是說 他們盡量想不犧牲安全的情況之下 盡量縮短這個開發的時間 暫時 大家可以留意 有些甚至乎 我和台長做節目也說過 有些甚至乎可以變成一個投資的機會 譬如美國 它那間叫做new scale的公司 它就是暫時獲得 美國去批核 開始去整理它的發電機組 甚至乎這間公司是上市 但是值不值得投資 這就留給大家自己去做功課去看 而英國最大動作暫時就是劉斯萊斯 劉斯萊斯這個不用我介紹 他們這些民間的公司 其實暫時在英國和美國各自 最領先搞這些叫做小型模組式的 核電機組的公司 而且很有趣的 大家的目標 又很不若而同 都是設在2030之前 2030暫時是變成一個 無論是軍事還是能源和環保 我認為是一個magic number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鎖定在那裡 首先就是碳排放達到零的目標 又是用2030作為一個的里程 希望在這個時間去做到 然後在月球建立基地 再次登陸月球計劃 也是設置在2030 然後同時你會看到 去拓展這些這樣的 SMR這種這樣的微型的核電機組 就是設置在2030之前 所以你會發覺 無論這個時間和我們剛才所說的 美國在戰場上也要環保 以及美國想在月亮建立基地 以及美國想在做到這兩項事前 也要做到這個微型的核電機組 你會發覺是完全一致的 其實這件事是 是否就是說你做到這個爐出來 其實你好像天達出氣彈 你滿足三個願望 沒錯 我不知道有沒有朋友 喜歡看一些機械人的卡通片 你會覺得這件事 基本上是未來機械人的心臟 即是我們整個高達的黑容狼 是的 你就要做一件這麼小的東西 令它可以裝在那個作戰系統的中心 那欠罪出來的那件事 是不是機械人的樣子 我就會說 當有了這個微型機組 我會認為整個太空探索 整個軍事作戰 甚至乎如果你是和平一點的 你是在想地面上的那種全球暖化 那碳排放開問題 是可以說有一個比較革命性的變化 是 我們也是 收回到這裏 大家也要踴躍一點 留言 陳博和我們見到 我們又為大家準備多一點點題目 給大家談 好嗎 好 這節就來到這裏 大家記得訂閱 訂閱我們 訂閱放新枝 記得按LIKE 我們在其他指數就和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 小排 所以呢 又